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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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判決在台灣的網路上當然是掀起了很多討論嘛 有人認為台灣終於趕上了先進國家的腳步 有人呢則是對這樣子的發展感到憂心忡忡 女性的私密空間會不會因此遭到有心人事甚至性犯罪者闖入 利用未摘除的生殖器官來傷害女性呢 如果說這些地方顧慮到其他女性的感受 而拒絕跨性別者進入 那會不會反而吃上歧視的官司呢 大家好我是新鮮律師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的主題 老實說還蠻敏感的 我自己在思索要不要講這個主題之前 都要考慮再三 為什麼呢 因為呢就連小說哈利波特的作者J.K.羅里 都因為在這個議題上的發言引發爭議 那不僅在哈利波特20週年的特別節目中 從頭到尾都沒有作者本人的出現 甚至呢多數的演員還公開表示不同意J.K.羅里的言論 更誇張的是紐約時報的地鐵廣告中還出現 想像沒有作者的哈利波特這樣的言論 讓J.K.羅里直接被消失喔 那說到這邊 有些人應該也猜到了這個爭議性十足的話題就是 沒有進行變性手術的跨性別者可否變更性別的爭議 也就是說在沒有進行變性手術之前 跨性別者可以因為心理上的性別認同 就直接更改他的性別嗎 好大家不要以為這個議題跟自己沒有關係 因為呢在去年9月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就做出了一個判決喔 認定一米沒有進行手術的跨性別者可以更改他的性別登記喔 直接從男性改成女性 當然他也可以沿用女性身份的所有權利 以及可以進入所有女性的專屬空間 令人不僅開始想像 未來台灣也要進入以心理上的性別認同取代生理性別的時代了嗎 好這個爭議話題其實可以探討的層面非常多 也不是將爭議聲音劃分為所謂的進步派或者是保守派就可以辨別兩方的立場 那要探討台灣未來可能面臨的處境 也許我們可以先從國外的案例開始探討喔 但是呢要進入正題之前還是要先呼籲大家 如果喜歡我們頻道的內容 歡迎加入頻道會員的行列 用實際的行動支持我們做出更多更好的節目喔 英國在2004年通過了性別認同法 規定只要有或曾經有性別焦慮症 以及在過去兩年完全以其心理性別生活 而且之後也決議要永久的以其心理性別生活 那就可以不需要一生的證明 直接以心理性別來改變自己的性別喔 但是呢這樣的法案卻在英國社會引發爭議 有明明將瑪雅的稅務員在自己的推特上面發表看法 認為跨性別者不應該參與女性運動賽事 以及她不贊成這個法案放寬改變性別的政策 那沒想到瑪雅竟然因為這些言論遭到公司 認為她有歧視跨性別者的行為而將她開除 於是呢瑪雅就將公司一樁靠上法院 而一審的判決結果很遺憾 瑪雅遭到了敗訴判決 於是瑪雅再次在推特中強調自己 相信性別是生理事實 而且無法改變這樣的信念 而JK羅琳知道這一則新聞之後 便在推特上面表態支持瑪雅 並且在推文中寫下 只因為有人陳述性別是事實 就可以強迫婦女失業嗎 表示她對於瑪雅的公司以及法院判決的不滿 沒想到戰火因此點燃 JK羅琳立刻被貼上恐跨症的標籤 雖然JK羅琳不斷地表示自己並不是仇恨跨性別者 而是呢她認為 癮到啊乳房啊月經懷孕等等這些性徵跟經驗 不僅僅是生理構造也會影響到人的心理層面 所以擁有女性性徵的那群人 就應該有一個專屬的名稱 也就是女性woman這個名稱 而對於跨性別者我們可以用其他的名稱來稱呼 但絕對不是把他們歸為女性 然而呢反對者們仍然認為 女性這個名稱不應該專屬於具有女性性徵的人 而是應該由所有自認為自己是女性的人來共享 那值得一提的是在瑪雅對一審敗訴的判決提出上訴之後 結果有了180度大翻轉 英國高等法院在2021年6月間 改判瑪雅勝訴 理由是瑪雅陳述自己的意見時 並沒有想要損害跨性別者的權益 好瑪雅的案件當然判決了喔 但是在英國因為性別認同法所衍生的爭議 可沒有那麼容易解決喔 在2017年的時候 英國就曾經發生沒有進行變性手術的男跨女跨性別者殺人犯 在女子監獄服刑時性侵的四名育友 最後只能安排她改進入男肩服刑 另外還有一名原本就是性侵犯的囚犯Karen White 在宣稱自己是跨性別者之後呢 也被送進了女子監獄服刑 並且在獄中性侵了兩名女性 於是英國最後只能成立跨性別監獄 來防止女性受刑人繼續遭受性侵的問題 好那無獨有喔 這場跨性別的爭議也吹進台灣來了喔 依照台灣內政部的相關法令 要進行變更性別的登記 就是你的身份證拿戶籍登記上面 記載的性別要進行變更的時候 除了要將原來的生殖器官摘除 完成變性手術之外 還要由兩名精神科醫師評估鑑定的診斷書 證明你是有性別不安才可以進行 然而呢在2019年的時候 有一名台灣人原本的生理性別是男性 他除了自我的性別認同是女性以外 也有兩名精神科醫師診斷他是性別不安的喔 然而他卻因為生理因素而沒有進行變性手術 因此他向護政機關申請要將自己的性別登記為女性的時候 就遭到了拒絕喔 於是他就開始了後續一連串的法律動作 那在2019年9月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宣判了喔 認為護政機關不讓這名男性變更性別是違憲的 除了這名男性可以不用進行變性手術 就直接變更他的性別為女性以外 看註裡面更是認為 依照性別自主權以及人格發展自由 性別並不是不能夠變動的啊 因此呢要求要先動變性手術才能夠申請性別變更登記 是會嚴重傷害身體健康跟人格權的 而且呢法律適用應該要有統一的標準 因此呢不用動手術就可以變性這件事情 應該直接立法解決而不是依個案來認定喔 那這個判決在台灣的網路上當然是掀起了很多討論嘛 有人認為台灣終於趕上了先進國家的腳步 有人呢則是對這樣子的發展感到憂心忡忡 而最大的顧慮就如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英國的女子監獄遭到跨性別者利用來性侵女性的情況 所以呢大部分都是擔心 女性的私密空間會不會因此遭到有心人士甚至性犯罪者闖入 利用未摘除的生殖器官來傷害女性呢 那這些顧慮其實真的不是空穴來封的喔 因為根據研究男跨女的跨性別者即使是服用了10年的荷爾蒙 依然是可以勃起射精的喔 而且他們在體能上面也是更接近男性喔 如果僅僅因為他心理上的性別認同 就可以直接進入原本女性的空間 那麼在女側啊或者是女性喜愛的SPA啊 美容院內衣商店等等這些私密的地方 都會有讓女性感到不安的狀況隨時發生 等於是至女性的安全與不確定的因素上面 而在法律權益的部分不用進行變性手術 就可以變更性別登記喔 也是帶來許多問題喔 例如女性保障名額是否會遭到這些人的佔用嗎 而拒絕跨性別者進入女性的私密空間 像是我們剛剛提到的內衣商店啊 溫泉館啊或者是婦產科診所等等 如果說這些地方顧慮到其他女性的感受 而拒絕跨性別者進入 那會不會反而吃上歧視的官司呢 其實在最近就有一個這樣子的案例喔 有一名男跨女的跨性別者到新創公司應徵 面試的過程非常的順利 然而她在面試的時候她也表明希望她可以到女廁來上廁所 但是公司在幾天之後就跟她表示 因為詢問公司內部女性員工的結果 女員工都表示不願意跟她一起共用廁所 因此希望她可以到一樓使用公共廁所 然而證明求職者不願意 於是最後公司只好不予錄取 求職者就認為自己遭到了歧視 像台北市勞動局提出申訴後 台北市勞動局就採取這家公司30萬元的罰還 那這個結果就讓這家公司很不服氣啊 他們認為從頭到尾他們都沒有歧視的行為 怎麼會因此被罰呢 於是公司也針對這個罰還提出訴願以及行政訴訟 但是呢最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仍然判決公司是敗訴的喔 理由是跨性別者有依自我性別認同生活的權利 使用女側並沒有妨害其他人的使用 自無其他人同意的必要 好那總體來說 支持跨性別者不用動手術就可以變更性別的聲音 所持的理由多半是基於應該護理到 並不是每個人的身體健康或者是環境狀況 都可以動變性手術的喔 而且有的人他就是可以與自己原本的生子機關共存啊 因此認為性別不應該受限於客觀性徵以及生殖器官 應該要以每個人自我認同來決定他的性別才對 而反對者則是認為 性別本身就是一種客觀上的認定 不應該由主觀的心理意識來決定 否則呢就會影響到根據客觀條件的不同 所訂立出來的各種標準 像是運動競賽的排名啊 女性生理嫁啊 產假等等規定 而且呢更有可能影響到人身安全喔 好 那我之所以做這集影片的初衷 並不是想要逼大家選邊站 或者是評論哪邊是對的哪邊是錯的喔 我本來是想要提出對於這個議題的一些疑問喔 希望聽取一下大家的意見 那我的問題呢有下列兩點喔 第一呢 社會上認定一個人的性別 原則上還是根據這個人客觀上的性徵來認定 那麼如果性別這種生物學上的客觀認定 都可以變成依每個人的心理認同來改變的話 那麼一樣的道理 種族的認定 一個人是黃種人白種人 或者是更細分一點喔 是原住民還是貧苦族還是貧地人 可不可以也依心理上的認同來做改變呢 好 第二呢 傳統上性別只分為男性跟女性 然而呢在現實上 確實就是有跨性別族群的存在 那麼為什麼跨性別族群不能夠成為第三性 而是趨就於男性或女性的傳統跨分範圍內呢 如果我們可以針對跨性別族群 定律專屬的相關權益 例如專屬的性別友善廁所 或專屬的運動比賽分組 那麼既不會侵蝕原本男性或女性的權益 更可改善社會上對於跨性別族群的不友善對待 和樂而不為呢 副代一題喔 當年提倡英國性別認同的連署人之一 穆特教授在2021年4月的時候表示喔 當初大家開會的時候 從來沒有提及過婦女的權利 也沒有人聯想到沒有動變性手術的男跨女 可以進入女性專用空間的情況 並且呢他也承認這確實是一大錯誤 平常跨性別權利的同時 不應該要去侵害到女性的權利 如果當初英國的連署人都有這樣子的感嘆的時候 那麼大家覺得台灣未來是要往哪個方向走呢 記得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你的想法囉 好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啦 想知道更多的法律知識別忘了訂閱 尹徵律師的YouTube頻道也就會送我的Ig 看到我的連結書粉絲的按讚 那記得趕快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 以及官方LINE帳號囉 我是尹徵律師 我們下一期見 掰掰 Cat就是Creators的台灣 是為台灣新媒體創造者打造的全新平台 想多了解Cat的話 馬上去下載Hummy Video App 進入Cat網紅館囉